专案小组的结论是没有法律上的效果 真正有法律上的效果是大会的决定 专案小组的结果到大会有可能也会被退回小组 这在过去上经常有 所以我们过去在专案小组的经验就是 如果大家没有共同一致的意见的时候 就是并列提到大会去 即便我们在处理这种确认的过程当中 任何一个委员机关有不同的意见 都是提到大会去并列做最后给委员的考量 所以那这个案子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处理到这样 是不是建议就是主席能够请各位委员 把这个现在就是刚刚大家努力的成果再看一下 如果委员或者是专家学者有任何的意见 只要您写出来我们一定放在会议记录 一定提到大会做这样子一个过去执行方式 跟现在的一个说明 我想这个我表演就你在情况 刚才我是听到有两位不但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并且是委员也就是说会参加大会的 一位是李教授一位是洪教授 他们分别就说专业的部分 比方说这个健康风险或者哪一个部分 他有清楚的意见因为他是专业的部分 但是说要到整体的时候那是欧阳老师讲的 over all 就整体性去做判断说要不要通过的时候 他们两位教授是说很有决定 还要在思考 因为碰触到不是他们专业的部分 好像要再做一点功课 我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是这个案子比较特别 那么我也当过还评委员两年 我当过很多地方台中地方的还评委员 大部分的案子大部分的案子都是特事的 那有少部分的变成要去投票 那个比较少的 那么这个刚才我没有听错的话 陈老师这个尊专案的陈教授 他是说他的感觉好像其实是我们有共识的 我们有共识的 有共识就没有那个顾虑了 并且这个刘教授他谈到的部分 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从他的专业来讲的话 但是百分之百完全没有空间 其实有条件的 他个人认为这样 但是他也不要影响别人嘛 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那个刘教授还有詹教授 我没有听错的话 他们是不赞成两岸病城去的 我没有听错的话 他们是不赞成两岸病城去的 但是可能有些人是同意两岸病城去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不是稍微 能够再沟通一下子 那因为刘教授谈到的部分 他是针对他的专业 但是他讲过好几次 其实这个要做决策的时候 不用专业 尝试就可以了 我听到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离开我们的专业的时候 我们去做判断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变成别人的专业嘛 那个应该只是尝试的部分 那如果那个部分 我们也能够有个共识的话 那是最好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他有共识的话 那我们再另外一说 我建议再来 我们刚刚其实现在 就是我看起来我们先这个大家 还有一个时间我们先来这个 刚刚进来的 就是我们因为已经把今天的这个 没有条件通过的这些理由 其实都已经写在那边了 好不好 所以我想这些的文字 大家刚刚看起来应该是 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还是我们要不要这个 还要不要再看一遍 那个米华兄 你对于生态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都已经确定了 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是 按照处理理程 先把这一块 我们先赶快把它处理完毕 是不是 然后大家再有点时间 刚刚是说不通过的理由的部分 我建议的部分 其实米教授把它整理完毕 然后另外一部分 这个也是另外李教授 他讲我看过 那一个部分 那就是说不通过的理由 那样写 我同意 我同意了 好那个 慧阳老师 供水的这一部分是不是同意了 慧阳老师 同意了 然后这个 陈老师这边你同意了 那个 那个俊赵兄 你跟那个 禅元兄的那个 风险评估的部分 我们大家要个人来确认一下 张老师有写一个版本 我也有写一个版本 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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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看一下这个 其实意思 我只是做文字的一些修正 我先让他打出来 大家看一下 都是不同意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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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